娶个媳妇我发现是吊孔零了 结婚28万的彩礼 就换过来这块破云院 今天起情人节 俺媳妇还失恋了 媳妇情人节失恋了 你得赶紧把她招呼来 这哪个云院这是几个意思 关键是我招呼到她了 我这心急火燎了 想起来她这块配甲云院 你赶紧帮我看看这块云院是人事侠吧 你这块云院 这是一言凯门的褒奖 首先整家是没啥问题 贫向状态还不错 闭面而且还带低广 八字背 叼钞 翘护 你这还是一个豪班了 南京除铸班 对 你说的非常对 好像媳妇跟我说过 这一块云院是一个豪班 当初我给她下20多万的彩礼 她年假人才配送通农价值的 嫁当云院 咱们走后这边嫁云 确实有这方面的规矩 就是南房下多少彩礼 结婚当天 女房也配送通农数量的彩礼 你这下20万 她也会给你20万 统账大多都是给欠 也有送锦条来 因为锦条多少钱一颗 大家都能算出来 因缘的话 大多都是以菌发币为主 说实话 你这个储蓄不行 这支不了20万 说实话 我对这个因缘不动 因为俺媳妇她假定交价 还是不错的 当时她说这20万 我也没太在意 但是吧 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事 让我产生了质疑 就是我们才结婚 每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结婚才20万 我媳妇也带回来了 钱一直是她拿着 因为我是农村出身 想财力的钱 突然父母给请妻借了 我准备骑出来 还给请妻们 减少一点 俺爸妈的负担 结果她失败不通意 没有经过我的通意 她竟然借给了她的朋友 我也听这事 我自己也甩给她一把张 兄弟 你这才结婚几个月 你动手给媳妇一把张 我只能说你理亏了 借给朋友钱 你也不能甩给她一把张 你知道你这叫啥不知道 这叫啥 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作为女人 如果这次原谅了你 说实话 下次无论你隐为的啥 你还会动手 我是那媳妇 说实话 我肯定也会失恋 女人哄哄都没事了 正好今天 俺妈给我打电话 欠请进了五万块钱 必须今天还给人家 趁我媳妇不在家 我抓紧时间 把她卖了 还找 我建议你 你还是不要卖那媳妇 这个嫁妆 当务直接 你还是把那媳妇 给招过来 郑重了给她 配个礼 道个歉 两个口子在一起 过日子 欠这么滑 赏量 俩不如其浪 这没事 她姐给她朋友的时候 都没赏量 我会不会还请你 她肯定也不通意 我只能处置下她了 借给她朋友 讲了那钱 还是你们俩来 换给请你了 对吧 就给那媳妇 没啥关系了 再说 你这个损小偷 也卖不了五万 你看壁面状态 毫了没话说 带低广 一般像这种 带低广的音源 比较少 你上机关快键 最大的区别 就是上五行 和下五行 在这个地方 你看你这个是六交行 但是也带一个班 南京除住 南京除住 就是看她这个圆字 背 是八字背 正面是第二朝 然后带窍户 这个班 村市量比较少 所以比扑董的小偷 要贵很多 母亲看你这个状态的话 我能给到你六千左右 才值六千块钱 对 他对我说的 值二十万 这价格差距也太大了 你说我打了一顿 也没毛病吗 你这个很有可能 那媳妇也不懂 现在说实话 网上有很多检定的 你随便拿出来一块 他都管给你报七十万 说不定 那媳妇她假认 一停七十万 对吧 也信以为人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都是严心的起伏老实人 不容 我再去找她娘家人 对着对着 我问到底是 咋回事 哎呀 好好的赏量 你别一齐用事 正好几个是七夕清晨节 给那媳妇好好的道个歉 毕竟你动手搭认 说实话 你真不对 等那媳妇这个情欲欢和了 以后再踢一锥 这个姻缘的事也不完 不容 我等不了 阿甲现在都是借过来的 张生正白管了 我随便为你们明白了 好吧 都不容 不容 中文字幕——YK